因為其實過去中國 碰到這樣的情況 滿常會發出類似的聲明 那所以對於這一次來說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比較平常心一點點 會覺得說可能大部分 可能還是在言語 或是聲明上的一些威脅 或是恫嚇 我覺得現在的整個全球的局勢 可能有一些改變 比較緊張 但是老實說 好像已經很習慣 中國有這樣子的評論 所以沒有到特別緊張 但是覺得可能有 什麼新局面的發展 但因為這個訪問 會不會導致區域的緊張 因為中國的原因 會 所以我們這個區域的緊張 是長期存在的 我們會提高警覺 至於台灣人民 坦白講 過去的幾十年 decade 中國的威脅沒有停過 每天每天都在威脅 甚至於到這幾天 他們的戰機還是在騷擾我們 所以台灣要小心 但是台灣不會因為恐嚇而屈服 台灣它本身就是本身是一個 就是還是國際社會公認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去選擇 如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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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現在還沒有敲地 如果訪問台灣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不大不合時宜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作為美國政府的代表 佩洛西女士還是應該恪守這個中美聯合公告的精神 不要做破壞中美關係的事情 而是更多地做一些有益於中美關係的事情 當然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我們也非常歡迎佩洛西女士 以個人的身份去訪問 去這個寶島台灣進行這個遊玩 現在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美國去台灣訪問 他看他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 那是以和平的目的應該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以那個挑玻璃劍什麼的 我覺得這樣是可以的 如果我們就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不願意 對方可以的 以他們在土地的感覺 也不應該的 合理者時會有這種感覺 在這個地方